俗话说靠山吃山 竹子用途广泛 是明月山人生产 生活必不可少的自然馈赠 好玩团们 在当地书记的带领下 来到了老匠人的家里 体验竹编工艺 你看这就是我们本地老百姓 自己嘎工那个竹椅的 这师傅就是在做竹椅是吧 你看那边是新做好的竹椅 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可以做一下吗 来来来 哇好结实 好结实的感觉 绝对做得很好 放心 你做上去不会塌的 我没那么重 好舒服 好凉快 这个是这个对吧 是做的下面这部分 对底下有这个 那师傅 中间的这一部分是还要编吗 对对对 这要好几个步骤了呢 做一把椅子要多长时间呢 很久吧应该 两三个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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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剩下 怎么快 我以为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还不要再这么久啊 还这样 师傅我想问一下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 我看您这里烧东西 在靠谱还是在靠谱 是只靠谱 小靠谱还是什么 小靠谱 别热了吧 人像这个东西 小的就不会饱了 我的龙儿 还有我的蟋婆子 我笑一下 笑一下 好可爱 我猜意思 大概就意思 烧了以后 它这样就可以弯过来 然后又不容易变形 这种椅子 这种椅子很尽用呢 我又一张高椅 84年 84年 比花花年纪都大多了 那是好多好多歌舞 我们看一下 这还是哪用的 而且你们觉得 还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这种包姜的颜色 真的是古董的感觉 叫沉淀的岁月 爷爷 你要不要带几把回英国 可以啊 可以 那么小的可以 塞在行李箱里面 可以 你们那边应该是没有 这种的手工 对 我们就是用木头嘛 就是因为竹子 好像我们的气候的原因 还是什么原因 或者土壤的原因 没有 生长 就是在我们外国人的眼里 这个是传统 就是中国典型的 对 典型的一个植物嘛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看你好像没有什么 池子之类的 要衡量这个长度啊 也不需要什么工具吗 就看看 你的眼睛 就凭你的眼睛嘛 这样子 OK 老师傅 老师傅 他有眼睛酱了 真的是 师傅问一下 您做这个主意做了多少年啊 76年开始 76年开始 还没出生 年纪都比我们大 连我也没出生 那时候 怎么礼貌的问他多大呢 暴昧的问一下您 暴昧的问一下您 今年高手啊 高手 对 70多了 70多了 74 啊 74岁 还会砍这个主题吗 还会砍呢 身体 他们的身体很棒啊 体质非常好 身体很棒 那是危险吗 你可以砍 不危险 不危险 因为师傅熟能生巧了 他们一辈子都在做这一件事情 那是 匠人匠心 很棒的 那除了做这个主意 还做其他的吗 你忙做 备女 摇篮加蓝 哦 摇篮 是宝宝用的那种摇篮草吗 是不错 哦 我们小时候都有 家里都有 我有 没有 没有 都送给一个主妖兰 可以啊 那师傅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 向您学习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来 一彎你最感兴趣的 其实此刻我们都是好奇 宝宝 那现在你要做什么 我们一起来 这个 这个 哦 来来来 鱼肉上 小师傅 我磨这两边 磨才能把它拉紧 踩紧它 好温柔啊你 勇敢一点 两个脚 你看 哇 脚踩上来 脚踩 可能要勇敢一点 我作为一个常驻中国的英国人来说 你们非常主动的 非常积极的 会把你们的传统文化保留下来 这一点我觉得中国人做得非常到位 有意外的 对 那我这边要绑吗 这边 这 我先这样 好 是 对 对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傅 让我们体验学习了一下中国的传统手工艺 对不对 可是对于真正的吃货来说 没有肉那是不完美的 是 我要吃肉肉 我们都要吃肉肉 怎么办呢 你要替我们解决 那咱们接下来就要去 找肉 找肉去 这个我喜欢 走 太喜欢今天了 充满香气的一天 你看 欢欢带我们去吃到了美味的 八糕 对 还有这个竹笋 还有煮酒 是的 而且我就是说 这个村子里面还有很多美味 农家宴 农家宴 在等着我们 对吧 但是我看现在就这些 那一户人家那是在做什么呢 这是我们农家宴的一道特色小吃 就是打麻糍 打麻糍 打麻糍你听过吗 麻糍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麻糍什么东西 伊恩你特别得来体验一下 我们的打麻糍 做出来的东西是甜的还是甜的 就不告诉你 待会儿你自己尝就知道了呀 等会儿我们自己动手来吃 做一份好不好 可以 就是要把它打到这个碎了的为止是吗 把这个米打到 哦 你看 伊恩加油 你是最棒的 纯手感觉好累啊 我跑到节奏 就已经已经有一点 这个米已经成为那种碎掉了 师傅我也来试一下吧 哇 婷婷姐 你行吗 你行吗 好重啊这个东西 是呀 还行啊 少林学武功 好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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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然后就 你这花那么多呢 你看我认真呢 说不出花呢 加油 好练啊 加油 我想吃 我想吃 一般这样的话 要打多久才可以吃了 不要太久 要打碗了 师傅是不是要看他们的力气有多大呀 力气大 那你来吧 来 我不可以 展示一下你的力气 来 我们两个人要打到天黑 要打到天黑啊 对 哈哈 要转吗 要转 你来转 转一点 这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还要转呢 我还不错 你是自己转 自己转 快 要出点汗 才对了 因为抬起来你看 黏黏的 超级体力活呀 怎么感觉师傅打起来那么简单 而我打起来这么这么客 师傅 哦 师傅来交给你 我没力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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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可以了 这肯定 这算打好了吗 快 打好了 你再远点 哦 要出锅了 哇 哇 哇 这个 冬米粉 冬米粉 都是冬米粉 这像羹打车的 很好吃 很香 这个麻绳很有用 就是不用刀 不用刀的话 它反而会很黏 所以要用刀的 拿一块给我们试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好呀 就是不要先加点面粉呀 不要就这样的 来 来 给他小的感情 我那时候 你也得小的感情 因为你小的感情 就是 你放了这样 再选一个小的 我做好了 好圆吧 我的麻糍 都吃上了 好好吃哦 这样子 看 好好吃哦 这样子 这样子 起一下就起一下 用这 咚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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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也太不开心 越来越让我吃到了 我那么一直想吃的麻糍 嗯 婷婷姐 我们刚刚吃完了麻糍 现在应该赶紧去做菜 弄我们的农家宴了 对不对 今天我们要自给自足 嗯 哈哈哈 我们就赶紧 赶紧抓住时间 走吧走吧 我准备向水抓鱼 冷 哦 冷 那怎么 这个鱼怎么长呢 干什么啊 没问题 哎呀 有点冷 吃饭在这吗 走不了呢 你快点点 哎 哎 下山 我尝试 摩 我尝试 哇 你 我要挑战 哇 好香 忙碌了一天过后 好玩团用明月山就地取材的菜品 做了一桌非常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宴 对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那么其实我自己今天来到这边呢 也觉得这边的一些体验都非常的丰富 而且这边的人真的特别的热情 我也肯定还要带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这边玩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真正向往的一种生活吧 哇 今天在我们长山村的这一堆寻味之理 真的是太丰盛 太完美了 而且全是我们自己去摘的 对 我们的劳动成果 对不对 所以这一顿饭吃的是非常的香啊 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老乡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 来 我们共同举杯吧 好不好 祝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好 祝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祝大家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